肖战还没有倒下,曾经的风雨将会是最好的魔力,只会让他更加坚强。 经过一年多的抵制,肖战依然是我们记忆中的他,也不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,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就到了这里。 作为一名没有任何实际性黑料的艺人,肖战确实是纯洁的,他的纯洁是支撑他不倒的动力。 影迷支持固然重要,但在当下的圈内,艺人的行为也同样重要,比如郑爽或雨景天,虽然支持他们的影迷也不在少数,但一旦有了真实的黑料,那就是致命的,该糊还是该糊。 不过,对于肖战这类自以为是的清洁工来说,可能有许多人不喜欢他,但却不会上升到全民抵制的地步。 不过,一年多的抵制对肖战也并非毫无影响,肖战在以前曾是最受欢迎的艺人,但在被抵制期间, 他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,这与他的名声有点格格不入。 说到底,最受欢迎的不都是代言,综艺,影视剧不间断,幸好,在新年来临之际,肖战的职业生涯也终于逐步回暖,各方面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 不管是风波中还是风波后,肖战依然能得到很多官方的大力支持,高高举起正能量的旗帜,号召歌迷投身公益事业。 现在,肖战的正能量艺人形象,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扎根,他在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向上,确实给我们很多人带来了启示,也为青少年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。 演员最终都要靠代表作支撑,肖战作为一个实力演员,一直在努力输出优秀的作品,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,也认识到了这一点,虽然他的演技并不是最好的,但他对事业的态度,肯定是无可挑剔的。 非科班出身的他,始终保持着谦虚好学的品行,努力做到最好,与他合作的艺人和工作人员,也没有不夸奖他的。 自己性格的善良和温和,在逆境中不忘释放善意,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之感动。 从他的位子上来说,肖战一直都想当个公众人物,不计其数的人都在等着看肖战的笑话,没想到,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入坑肖战,这是大势所趋嘛,肖战根本护不住。 你惯了还是要想 President没有不住肯战跟老验,在收尾会给他一同感的火大阿B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